各位弟兄好 我是志成 在錄音裡面陪伴大家一起操練 情急課程 練習手冊第14課 上主從未創造過無意義的世界 其實也就是上主從未創造過這個世界 第一段 他說今天這觀念 一語道破無意義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 因為 不是上主創造的 就是不存在 這是奇異課程的一個非常絕對 而且絕對是最重要的觀點 那回想一下我們在正文導演 正文的最前面讀到的 凡不真實的就不存在 這邊進一步講出他的意思 凡不是上主創造的就根本不存在 而且任何真實存在之物 只能以上主創造的形式存在 那什麼是上主創造的形式呢 就是不具任何形式 正好是跟這句話表面的看起來顛倒 再講一次 就什麼是上主創造的形式呢 就是不具任何形式 因為上主創造沒有任何的形象 因為有形象就是有限制性 但是上主的一個最重要的特質就是無限 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它是完全的靈性的自由 心靈的自由 那所以它不可能有任何形式跟形象 那你所看到的世界跟實相毫不相干 這非常絕對的斷定 而且它是你營造出來的 就是說我們的心靈呢 這個火同小我的 這套思想體系呢 去營造旺造出來的 是我們眼睛所看到的這個世界 那這幾乎你翻遍的世界上的 所有的宗教靈性的系統 幾乎啦 不是所有 但是幾乎只有奇蹟課程是這麼講 而且是屢屢跟你強調講的非常絕對 完全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就是眼前這個世界並不是上主所造的 所以對於這個以宗教信徒來說 一般基督徒反而比較難接受奇蹟課程 雖然說它的語言是比較相近 但這觀念呢 首先上主沒有創造這個世界 所以對基督徒來說 就基本不能接受 那還說我們沒有罪 這可能就更不能接受了 原因是在這邊 好 那我們看看下面第三段 第三段它說呢 今天的練習 是要進一步學習 放掉我們民科在這個世界上的自家之言 也就是說 我們投射在這個世界上說 那些主觀的小我的虛妄的判斷 好 然後呢 就是前面那一刻所說的 好 去放掉那些 評判的 然後就讓你內在可以騰出一個空間 好 然後 接納真理 或者說這邊所說 目讀上讀的聖言 那這個轉換的過程 好 但也是救恩子所在的最初幾步 是相當困難 甚至是相當痛苦的 好 好 嗯 因為要你去承認說 一切的問題都出自於你的內在 好 而不是說像往常一樣 都怪到外面去都去投射 欸 其實還真的蠻苦的 最初幾步了 好 那當然 經過這個痛苦的過程 然後你願意 把小五的思維交托給聖靈化解 之後呢 就通往喜樂嘛 好 但是 前面的幾步 可能是困難 好 嗯 那我在今年跨年的時候 聽到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好 好 嗯 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 他說 簡單的路 越走越困難 困難的路 越走越簡單 好 那這個後半句呢 困難的路 越走越簡單 絕對就屬於奇蹟課程 好 那簡單的路 越走越困難 因為我們傾向於逃避嘛 便宜心事嘛 處理表面問題 永遠不要去 從根本做起 從根本去做修正 所以呢 會 越走越困難 但是呢 困難的路 就是一開始 從根源處 直接 開到 好 那一開始會覺得很困難 很痛苦 甚至呢 前幾步還會直接陷你於恐懼的深淵 好 這個我體會過多次 好 但是呢 這條路最後你會發現是 漸入家境 而且越走越簡單 好 正因為 你是義無反顧的從那個最根源的部位 去解決問題 好 那但是他說呢 你並不會被遺棄 好 你會超越過去的 也就是 他鼓勵你 給你安慰說 不會有問題的 好 當然不會有問題 因為 我們的救贖 好 我們的救恩呢 我們的這個圓滿的靈性跟實相 有上主擔保 好 有永恆的上主擔保 好 所以絕對不可能受到小五的侵害 所以不管你在這個 練習的過程發生什麼事情 甚至在你的生命的過程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最後你會明白 那都是無關緊要的 好 你會超越過去的 好 那這個其實呢 呃 我覺得就是練習手冊的那個最結尾 好 最後一刻在過去的那個結尾的最後一段 好 有一句很感人的話 就耶穌跟我們講說 好 I will never leave you comfortless 好 就是我絕不會遺棄你 好 就是讓你 處在很痛苦的深淵的 然後 見死不救 好 這個意思 就既是耶穌講的 也是聖靈講的 好 I will never leave you comfortless 好 你不會被遺棄的 好 然後 你不是獨自一人 好 因為聖靈永遠在你旁邊 好 其實他永遠是在你之內 好 而且呢 你必會超越過去 好 這個由上主擔保 那 今天的這一刻練習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 他說 閉上眼睛想一想 你掠過腦海的種種世間的苦難 那 不論想到什麼都去指稱出來 然後否定他的真實性 好 他給你舉了一些例子 好 就是 上主從未創造過那個戰爭 所以他不是真的 上主從未創造過那個空難 所以他不是真的 但是他叫你要把那個災難去具體的指名出來 而且在下面的第五段還特別提醒你 不要用泛泛之詞 就是說上主從未創造過疾病 應該說上主從未創造過那個癌症 好 甚至是說某個人身上得的癌症 甚至你自己身上生的病 你覺得是一場災難 好 那你就把它帶進來做練習 好 那為什麼要具體指名 而不是泛泛的 好 我想之前的課 我已經有跟大家詳細的解釋過 好 那記住呢 否定他的真實性 你盡可能不是用頭腦把它想過去練過去 好 好 而是讓聖靈在你的內在深處帶你去體會 好 當然可能你這一刻練來練去 還是沒有能夠有很深的體會 不過沒關係 不見得你這一刻只會練一次嘛 好 你可能來年還會再回來練第二輪 好 甚至第三輪 第四輪 好 那到時候呢 你的體會一定會加深 好 而且會加深很多 好 所以這個否定呢 並不是用頭腦去否定 那是沒有用的 好 這邊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好 然後呢 這個苦難 大概我會在實體課上面 會跟大家聊得更多 就是關於這個苦難 那他為什麼要舉這個苦難 作為一個操練的對象 一個一個例子 他的那個作用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錄音比較短 好 所以我們就實體課上面呢 再來詳細的討論 好 那目前的話 我們那個實體課 實體課還是可以接受報名的 好 那中間要插板進來也可以 好 因為如果大家有跟我們一起做操練進度的話 呃 就並不會落後 那網路課是因為是開放到大陸這邊 所以已經滿了 好 那如果說 呃 你不方便來台中或者到高雄上我們實體課的話呢 但是你希望可以有我們實體課的錄音 好 就是從現在開始一年半為期的錄音的話 那你可以給我們這個 呃 就正文講解錄音一些贊助呢 呃 台灣的話是 我設定是3000塊 好 那大陸那邊是設定600塊人民幣好 那 呃 我就可以把這個錄音也跟你分享 好 那每個禮拜會有一次實體課 大概是兩個小時的錄音 好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 那下面的這個 第六段呢 他說 你此刻的所見所聞呢 不過是你個人收集來的恐怖戲嘛 好 就是說我們的心靈去投射出來 那這個收集也是挺有意思的 就好像說你 你從你的內在把這個東西 把這條狗放出去 好 然後呢 你又去外面去把 把他抓回來 好 就心靈就是一直在玩這個事情 你一個把把那個恐懼放出去 然後又從外面把他領回來 好 就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好 那他說這一切構成了你眼前的世界 有一部分幻象是 你跟其他人共有的 其他的是屬於你的私人的地獄 好 其實活在小我就是活在地獄 但是他說了 這個不管是大家共有的 還是你私人的 都無關緊要 因為上主從未創造之物 只可能存在於你自覺天心之外的心靈之內 就是只可能存在於幻象 好 所以不管是你覺得是你個人的痛苦 或者說這痛苦是你跟這個世界一起在承受的 譬如說你可能是地震的受災戶 好 或者是某些天災人 人禍的這個受害者 好 他說這都無關緊要 因為都是屬於幻象的一部分 好 那另外一個層次來說 其實到最後 練習到最後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事情 其實真正存在只有一個心靈 並沒有你以為的很多不同人的心靈 所有的人的心靈 其實就只有一個心靈 好 那所以呢 其實 不管這個心靈 它頭是一個看起來像是私人的 或者看起來像是一個 屬於多人共享的一個夢境 好 其實 根本就沒有這個區分 好 大家可以留一下這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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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